欢迎打开Robi频道 今天的主角是 《与神同行》最终审判 这部电影在韩国原来的名字是 《与神同行》英语言 一样是改编自韩国漫画家的同名漫画 是今年《与神同行》的续集 我怎么好像已经连续做了 好几部续集的影评了 最近怎么每部电影都是续集 一样是第一集的导演金龙华 演员也是原班人马何正宇 朱志勋 金香奇 李正宅 马东石主演 剧情接续着上一集的结尾 三位阴间使者带着新一位的贵人 也就是上一集主角的弟弟金秀红 要来接受审判 在审判的过程当中 上一集让人非常好奇的 三位使者的《绅士之谜》 也会是这一集的剧情重点 看完《与神同行》之后 就让人非常期待的这部续集 《与神同行》最终审判 我马上告诉你还是不要抱着太多的期待 去看这部电影会比较好 我看完之后是明显的感受到 这一集没有上一集那么的精彩好看 也没有上一集那么强力的催泪蛋 虽然说跟我一起去看的朋友 还是在旁边哭爆了 但好像没有上一集那种 让我感觉到整个电影院都在哭 然后哭到电影擅长之后 都还会有人哭的那种唯利在 我记得上一集的结尾非常的紧张 来了一群恶鬼要来攻击他们 结果这一集剧情最紧张的部分也是在这里 就是衔接着上一集结尾的开头 整部续集非常以故事为主 却也没有在文西上面做得很成功 一条故事线是贵人金秀红的审判 可是只要看过上一集电影的人 应该都会觉得蛮无聊的 很平顺的没有上一集的审判来得那么惊险 而且审判的内容就是我们上一集看到的东西 这条故事线完全没有悬念 勾不起我的期待 像上一集还有一个一个地狱的奇观可以看 就算是剧情有一点拖泥带水 但都还是能够让人保持着兴趣看下去 这一集则是经过一些上一集去过的地方 比较特别的就是很莫名其妙的 来了一段侏落记世界 我不知道是翻译没有翻好 还是文化隔阂的关系 我真的没有看懂那边发生了什么事情 怎么好像跟上一集的设定有一点不太一样呢 再来就是这位贵人的救命符 也就是审判的谜底 这个贵人是怎么死的 看过上一集的观众早就已经知道了 在这一集的审判就是没有了夜镜 要换另外一种方式来取得证明 这样的做法其实是会让观众有一点烦躁的 而且并没有我们不知道的事实 当然这样子的做法目的是为了要把所有的故事都拉回到 最后江陵大人的身上 这一集的主角算是江陵大人 甚至可以说就是江陵大人传 但似乎电影又没有在刻画江陵大人的内心世界 花够多的功夫 我只看到他一直Gay Simon有心事的状态 没有那么理解他的情绪 这个部分在前半段有一点被藏得太深了 整个电影看下来 江陵大人反而会是里面最难去认同的一个角色 而三个使者的过去 这个部分 我感觉有一点太用旁观者的角度 太平铺直竖了 很清楚的在告诉我们发生了什么事情 而没有深入到这三个角色的感情层面 都只是浅浅很简单的告诉你 他是好人 他是坏人 他很可怜 他很孤单 他很害怕 他很愤怒 然后故事的谜题也很理所当然 随便猜都猜得到 其实你要设计成这样也可以 只是你就要像一些电影 很用心的去误导观众才行 《鲜渊麦》和李德春的故事线 是我觉得最精彩的一个部分 比较有一些让人猜测不到的内容 只是两人从一一个自出场 再到相识 再发展出故事来 真的是可以省略一些地方 两个人的结尾那场戏 我觉得很不错 只是我觉得那边在角色身上的聚焦 可以再清楚一点会更好 会有一点让我觉得那场戏太仓促的感觉 马东时的部分是让我觉得蛮差的 不是他演的差 而是他的故事线差 他的角色就是在消费他而已 让他出来打打架 做一些大家喜欢看的事情 然后讽刺韩国的经济 我觉得他为什么要守护这个老爷爷 或者他为什么要守护人类 是不应该被省略的 造成他的缺口 让这个角色看起来很皮 就像是个NPC一样 出来讲讲故事 电影的核心内涵很清楚 上一集的角色是内心善良 却被迫做了坏事 最后得到了原谅 而这一集则是真正做了坏事的人 该怎么寻求原谅 怎么面对自己的过错 这一集的主角 似乎才是要面对到真正的地狱 要在里面赎自己的罪 只是故事安排设计都略显老套 每个剧情的翻转都没有惊喜到我 流于表面的故事 也没有够多画面上的惊喜 让我们去接受这些过于说教的台词 据说这一集是依照原著漫画里面 加神篇还有死者的前世篇 两个内容来改编的 我在想如果这两篇能够各自出一部电影 或许就不会出现现在这样的剧情凌乱 然后力道不够的状态 与神同情最终审判对我来说 是一部不成功的续集 没有上一集给我的感动还有惊奇 只有把三个死者的绅士之谜消费了一遍 还有马东石 感觉可以再精简一点 节奏上面比上一集还要拖 但依旧很有教育意义 毕竟是一个在讲地狱的故事 我觉得还是很适合爸爸妈妈 带着小孩子去看这部电影 特别推荐给喜欢说对不起 或者想要学着说对不起的你 去欣赏这部电影 与神同情最终审判 这部电影我给的评价是 以上这就是今天的影片了 希望你喜欢今天的内容 请帮我按赞 还有把大家分享出去 还有找找你的订阅钮 订阅我的频道 如果你想要在第一时间之内 知道我上传影片的消息 别忘了在订阅之后 再按一下那个小铃铛 如果你有任何的意见或想法 欢迎在下面留言让我知道 这是罗比频道 祝你今天可以看到一部精彩的电影 我们下支影片见了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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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拜